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除了能够体验不一样的生活 跟经验之外 当然也可能会有 更优渥的薪水 但是林医乡背景 到底有哪些 不为人知的甘苦呢 做出这样的 不一样的人生决定之后 有哪些的牺牲跟收获呢 马上来听看 我们今天来宾的分享了 好 首先第一位 勇敢的出国来 我们咱们台湾的甜点师 哲田匠大 欢迎 大姨 你好 欢迎哲田 好 我们作家郭爱珊 欢迎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歌手林威良 欢迎 菁姐 大家好 我是威良 好 阳光美少呢 韦帆哥哥 主持人好 各位练基金委官司朋友们 大家好 好 我想先问一下 这个林匠背景到海外工作 当然这个有甘有苦 你觉得甜大于苦的 帮我举绿牌好不好 你说没有 还是比较苦的 请举红牌 请举牌 好 比较甜的绿牌 那韦帆哥 你是在苦啥 气候太辛苦了 气候啊 因为我在沈阳待了十多年了 太冷了 那这样也可以十多年很久 因为电视台那边有工作嘛 有钱赚就好玩 但还是因为 有一些优渥的原因 让你留了下来 好 另外三位都是觉得比较甜 我想先问觉得甜 你一直都是非常向往海外工作 一直很勇敢 但是你第一份的工作 就让你觉得很痛苦 为什么 对 因为日本就是工作 就是一直工作 一直工作 就是工作款 而且可能都在同一家公司 待很久 对 就是做到死嘛 对 所以职人精神 职人倒吐的精神 对 所以我就就是毕业大学 我就去新加坡找了一份工作 然后进去了一个日商公司 对 然后但是结果呢 就是我的相思 然后接叉的客户 全部都是日本人 对 然后我现在已经在海外了 但是我就是接触的都是日本人 真的 对 那 一觉醒来以为自己还在日本 对 很像什么下班后 还是要应酬 什么就是喝酒唱歌 然后要倒酒给老板 对 然后都没有什么自由的时间 对 然后大概做了一年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样做不下去 对 所以是就决定去做 就是很大的转行 然后开始做甜点 你本来是做 本来是做 在那个公司做业务 业务 对 然后转做甜点 对 差很多 对 差距很大 就是应该工作太苦了 所以想做个甜的 安慰自己 我那时候就是跟妈妈爸爸说 我要离职那份工作 然后要去法国蓝带学甜点 还要先去法国学甜点 对 日本也有蓝带啊 也是 但是蓝带就是法国来的嘛 对 所以想说应该要去法国 正统的蓝带学甜点 比较好 对 但是爸爸妈妈就说 你已经在新加坡 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为什么要走那种很酷的路 对 所以大反对 我的朋友也是大反对说 哲田 你到底是玩到什么时候 你不能乖乖待在一个公司 乖乖地上班吗 对 就是那种概念就是蛮强 对 日本人通常不会 这个转弯转这么大 对 比较不会 地方心脏 我跳到法国 业务跳到这个甜点 真的差很多 对 那你哪来的勇气做这个改变 因为经历过那一年的工作 就是压力太大 压力太大到就是上班的时候 在车上 就是一直心脏跳得很快 就想要度的那种程度 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做不下去 就真的没有办法 可是重新做一个甜点师 你不觉得压力也很大吗 也是 也是很大的怎么讲 觉悟 是 但是还是做自己的 喜欢的事 比较快乐一点 你本来就喜欢做甜点 喜欢就是 因为我小时候跟妈妈 一起做甜点 对 所以是跟妈妈学甜点这样 OK 好 那你后来是选择来 我们台湾开店吗 为什么是台湾 我觉得台湾比较 比较热情一点 对 你说跟日本人比吗 对 怎么说就是 我们觉得日本人很有礼貌 也是 但是大家都会不会觉得有一点 我觉得有时候 他们很有礼貌 但是有时候觉得好像 就算是朋友 还是有一点距离 好像因为有礼貌这件事情 所以是很难跟 别人的距离再靠近一点 太有礼貌了 对 我觉得有时候太多了 但是台湾人不一样 讲话比较集结 比较 我们不太可能鞠躬九十度 那我也没有关系 就是台湾人还是有一个礼貌 一定的礼貌 是比较容易交心吗 在台湾 交心 对 交心 应该是怎么说 对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 所以在日本反而觉得 人与人之间比较有距离 对 比较 假一点 有时候这样觉得 有时候 对 但是台湾比较简实 OK 我今天有带来一个 这是你做的蛋糕吗 对 我做的蛋糕 千层派耶 我超爱吃的 对 好 今天是好 只有主持人有 这个是叫做水果千层 不好意思 这个做主持的最大福利都可以 不是 那我们这样 我帮你宣传店吧 等一下那一大个拿出来 好漂亮喔 真的很漂亮耶 对 这是我们店的一个招牌 是什么蛋糕啊 水果千层 在日本本来水果千层 我觉得好几家店就很出名 对 是用日本鲜奶油吗 对 不好意思我先吃 日本跟法国 真的 奶油好润喔 真的 它的奶油很润 是好吃 因为日本的鲜奶油 我已经觉得很香了 但你看说有法式的鲜奶油 对 也是这样 对 所以它是很绵密 然后很 有个香气 然后又很润滑的感觉 总之就是吃了会有幸福的味道 平常就这么多层吗 对 还上节目特制的 不是 平常也是这样子 对 所以你刚刚说碰到一些 意想不到的情况是什么 就是 我是刚开始是在 就是怎么说 网路起家 对 一开始在网路宣传 然后在士林节目站面交 就是一步一步这样走过来 那刚开店的时候 是透透大家的服务 就是有这些网路上的粉丝 所以是开店过后 还蛮顺利上轨道上的 但是开店跟网路差在哪里是 那很多客人 很 也可以说很热情 就是给我很多的回馈 好的不好的都有 那不好的比如说 你们85度C的蛋糕这么便宜 为什么你们蛋糕这么贵 真的差蛮多 就是不一样的嘛 它都是很方便的 但这就是很手工的 对 就是每个店家的 提供的那个一分货 而且它这里面的 它这边的水果超多的耶 很多种不同的水果 一定要一直这样讲嘛 真的蛮好吃的 或者是很多阿姨就说 我买这么多 没有算便宜一点吗 什么之类的 各式各样客人都 对 所以一开始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 就说不好意思 就是没有打着不好意思 就是这样回答 日本人不会撒假吗 日本人不会吗 日本人比较不会耶 台湾的阿姨 撒假是正常的 对 他不跟你撒假代表 不太正常 对 我后来才知道 就是他们其实也没有恶意 其实想要跟你有一点互动 对 所以是后来就习惯了还好啦 OK 但是一开始很觉得 就是心情很沉重 所以现在都适应了吗 适应了 对 我反而现在跟他们好好学习 你现在 就是撒假啦 我现在也敢撒假 去别家店就是撒假 去撒别的蛋糕店 然后学起来 就学起来 学以自用 所以很感谢他们 你原来到海外的一个梦想 但是你有没有因此 牺牲或错失了什么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一定会有 因为毕竟我已经不在 自己国家 自己的家里已经离开了 对 所以是我错过了很多家里的 很重要的事 就譬如说 爷爷 奶奶的赞礼 赞礼 对 赞礼 过世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参加 因为我那时候刚好开店 然后很忙 对 或者是朋友 有很好的朋友的婚礼 对 就都没有办法参加 对 那有没有那一位 在等你的青梅竹吗 有没有在日本等你的 也有 没有 就是来之前就解决掉 解决掉 所以是因为来台湾分手的 对 第一次爱 初恋 也不算初恋 但是对 就是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就已经跟他讲说 我有这个梦想 对 然后预计一年后 就要来台湾 对 所以是已经讲好的 所以是一个 期间限定的概念 期间 日本人很喜欢期间限定 恋情都有期间限定 就到大约在东西 合约到什么时候 但他也有他的工作 他的生活在日本 所以是 就 他也是蛮 怎么说 尊重我的这个决定 所以对你来讲 这个梦想是大过 爱情甚至亲情的 就执着要完成 对 那在台湾还有什么事情 你觉得你还没有完成吗 还有梦想在这里 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 就是缺一个 陪伴吧 伴侣 单身多久了 很久了 开店过后都没有 你什么时候开店了 开店大概是 六年前吧 六年单身了 六年前 因为我的生活就是 九十九八 就是工作 所以是 工作狂 对 工作快 对 所以是 对 因为你开蛋糕店店里 会来很多女生 女生最喜欢吃这种千层盘 男生很少来好不好 大部分女生来吃千层盘 女生很多 但是 一定要很多可爱的小女生 拍照啊 是有 老板好帅喔 一起拍照 学日文啊 是有 但是大部分都是大姐姐 所以是 他跟你插架 对 希望是台湾人吗 还是 在台湾有很多日本人 都可以都可以 就没有什么 我女儿的英文很好 日文也不错 真的吗 但女儿不是在英国吗 对 那我帮你问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就都可以耶 认真 就是好相处 就是 比较喜欢开朗好笑的那种 开朗好笑的 喜欢吃甜点 喜欢吃甜点 尤其是水果千层拍的 对 如果可以一起工作的话 更好了 对 但是不一定 OK 如果可以一起跟他 当老板娘 喜欢的是更好的 但都OK 你也尊重他不同的工作 可以 OK 好 怎么看哲田 这一路来的心情 其实他刚刚讲到 一个重点 就是你一定要有 在地的人际关系 即便就像我到 中国大陆工作那么多年 在刚开始的时候 你都觉得讲中文 应该很容易 NO 如果你没有很熟悉的 在地的人际关系 就是说你交到好朋友 逢年过节 当大家都散掉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如果跟在地人 有好关系的话 他邀请你到他家 去过中秋节 邀请你到他家 去过端午节 邀请你去过新年 你就会比较 容易在那个地方落地 当然最好的方法 如果是女性的话 最好找一个当地的老公 那如果男性的话 就找一个当地的 一个配偶 其实我觉得配偶 是让你能够真正落地的 一个最好的方法 而且是融入 那个生活的方法 所以他现在有到 这个阶段了 对 所以还有一点 你不要忘记 你要把你在日本的生活圈 要拉来台湾 就像你刚刚讲说 你好遗憾 你看我的朋友在日本结婚 我都没有办法去参加 但是你可以告诉他 你可以来台湾度蜜月 我接待你 他就会让你的生活 变得更丰富 因为你在这个地方 有远方来的朋友 你就会有很多的 家乡的讯息 带到这个地方来 真的 很完美 真的 而且日本台湾 其实也蛮近的 多少人一天都往日本跑 对啊 你家住在日本的 鸣鼓 鸣鼓 OK 好 期待继续在台湾 落地生根 找到一起固定的老板娘 好 我们先进广告 好 另外这也是很多人这个打工度假 常会去的地方就是澳洲 薇良是三十岁之前去澳洲工作 当时你有没有什么选择去澳洲 对 因为当时 因为其实我原本是选秀歌唱比赛出身 那比赛结束后 其实那时候就是 当然会有一些工作的表演机会 因为有一些曝光之类的 但是其实歌唱的工作 其实并不是那么地稳定 对 那我记得那个时候 大概就是在一个二十九岁的 一个二十九岁要转三十的一个 三十而立嘛 大家都是这样讲 可是就虽然觉得人生很茫然 然后就觉得工作不顺 生活好像也是不是很顺 就觉得生活好像一团糟 对 那我当时就是 突然觉得就是毅然决然说 好 那我想要彻底到一个 新的地方去重新开始 让自己归零 甚至我可能就是放弃 我不要再唱歌了 对 那当时就第一个 就想到澳洲 因为我小的时候 曾经在澳洲留学过两年 对 那我就想 第一个想到说 那我就 我就是要飞去澳洲 所以我大概就是在 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内 我就把台... 我那时候住在台北 那我爸妈住在桃园 我就把所有的事情都 赶快安顿好 然后就在一个半月的时间 就飞到澳洲去了 对 你到澳洲的时候 身上带五百块澳币 差不多就台币一万 这样就去了 对 这样活得了吗 对 因为当时是 有一点可怕 对 我也觉得后来自己回想 自己也觉得怎么会这么有 这么勇敢 对 因为当时其实我对他扣掉 所有的开销 就是我就付了 第一个礼拜的房租 对 我就只身上 只剩下五百块的澳币 对 那大概就是 他们一个礼拜的 决定第八天要回来是不是 生活费 对 对 就是什么都买不起 付了一礼拜而已啊 对 没错 那我还记得我们第一餐 因为我是跟我朋友一起飞嘛 那我们就到了澳洲当地 我们的第一餐就是 餐... 怎么每一餐都这么贵 后来我们大概就是 我们... 就是看来看去 最后就是在卖场买了吐司 当我们一整天的午餐跟晚餐 这样子 所以等于是说就是 就是自己回想起来说 当时怎么会这么有勇气 就是在一个这样的状态 就是这样飞出去 那怎么办 怎么活下来的 对 我大概第... 我到第三天 我到第三天我就开始工作了 其实我们到了当天的一个小镇 我就到了一个... 自己就去了一个什么 墨西哥餐馆 就是直接去说 你们有缺工赌生吗 我想要来工作 对 我就是为了工作 就想说不管 我什么工作我都做 所以我那时候去当了 曾经在... 当过待客人 那也当过在五星级俱乐部 去当那种kitchen hand 那也去过农场 就是各种各样的工作都做 大概白天晚上 平日周末 没有让自己休息 就是想说赶快赚钱 赶快赚钱 就是... 对 要不然身上没有钱 可以有这样 所以事实上就是到当地 直接找工作是方便容易的 对 不用准备也可以 其实也没有 教你勇敢有勇气就可以了 其实就是自己要真的去 跨出那个舒适圈 那其实我那时候是跟我朋友 一直去澳洲 那其实当然工作机会 有的时候是靠朋友介绍 或是当地的朋友介绍 那我们一开始都是说好 会说我们两个人一起工作 两个人一起做什么... 都是说好的 可是到了当地 你就会发现说 很多工作机会 它只会只有一个 对 它只会释出一个工作 那你就会面临到一个 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是他去还是你去 或是今天有比较好的工作 找了他 那如果他去了 你怎么办 怪怪 对 就是很多 生存游戏开始 对 生存游戏开始 而且不光是如此 甚至我身边也有朋友 是比如说 原本在台湾是一对仲敌 就是他们是男女朋友 就到了当地 就莫名其妙就分手了 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或者是因为 因为男生可能在当地又交了 就是劈腿 然后就直接跟女生拆火 对 那我遇过 听过最蛮扯的例子是 比如说男女朋友 他们在农场工作 对 那结果就在当地的时候 男生就认识了另外一个女生 然后就在当地的时候就是把 就是直接跟女生提分手 然后提分手也就算了 他们两个合伙买的车子 什么的 所有的物品 男生就直接开车载走 然后留女生一个人在农场 天啊 太狠了吧 就这样放养他就对了 对 就是觉得 就是你会听到这种很多的故事 就是你可能以前在台湾 是不会听到的 然后就觉得说其实好像 好像真的是如此 就是好像我们以前在 我们在台湾生活的时候 比较注重和谐 就是团体生活 或者是爸妈叫你做的事 你就好好的做 然后工作什么等等 可是当真的 飞出国外会有一种 自我感会比较放大 或者是说为了生存吧 就是可能为了工作 或者为了找寻 你自己要做的事情 或是爱情 你的梦想 你就会去 比较有企图心的去 就是比较企图的去把它完成 所以说人性 比较黑暗面会出来 我觉得会有一点 人性的本质就出现 你在台湾把女朋友丢在哪里 很快就被肉搜到了 对不对 好 女朋友已经抗议 你在澳洲那么大 丢在哪里 一时半刻大家也找不到人 对 大家就是会 勇于地去追求自己 想要做的事情 对 好 那正面来看 勇于开始追求自己想做 不管别人的眼光 对 所以你去街头演唱 对 因为我其实我原本 去澳洲是想要彻底的 就是放弃唱歌这件事情 你就想说我做什么工作都好 就是我不要再碰音乐 这样 然后我当时是住在 摩尔本 摩尔本 那摩尔本是一个非常 艺术气息浓厚的一个城市 对 那你只要走在马路上 马路旁边就有很多艺术家 他们就在做即兴的表演 绘画 然后涂鸦或是打鼓唱歌 那你每天 我们白天晚上都在工作 那下班后就会经过这条 这些马路上就会发 其实他们都是很 很投入的在做表演这件事情 他们就是很单纯 就是很享受音乐 很享受他们在做绘画的 一个过程 那你就慢慢的 你就突然就被启发了 你就觉得他们可以做 那我是不是要来自己尝试一下 所以我记得就是 我在一开始的半年 就是我除了工作之外 我自己又买了一把吉他 我就是有空的时间 就开始练习自弹自唱 对 那我大概就是在半年后以后 我就开始自己做街头表演 做了以后就发现说 还是跟音乐脱不了关系 就觉得音乐 还是我最喜欢的事情 对 对 就是就开始真的很认识 在做街头工作这件事情 OK 在那边当街头艺人容易吗 其实虽然容易也不容易 因为其实他有很多的学问在 就光是 比如说我是自弹自唱 那光是从你在路上 找表演的场地 其实他都是一个学问 对 就是可能我就要找 我光找到一个适合表演的场地 可能就是 他可能需要有一个空间 然后他又不能人太多 因为人潮太多 你只要唱歌 就算你有带喇叭 但是他也会声音被洗尸掉 所以就是光在那个 我就说在city里面 找寻那个场地 我可能就要花 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走路 扛着我的行李 去找寻适合的场地 然后找到之后 还要看当天的表演时段 比如说我就会选择在 晚上的用餐后 或者是周末 可能就是大家喝完酒之后的时间 就是大家比较放松 然后我就是在那个时候 选择在那个时候在唱歌 然后大家喜欢听的时候 就会丢给你多一点点的小费 或是可能有些比较豪迈 就会给你纸钞 对 或者他们就会直接 买你的CD这样子 对 就是他其实很多学问 对 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 收入好的时候 其实也不错 其实真的还不错 就是一周至少会有 一千元澳币 一千元澳币 这还不错啦 对 就街头卖唱还算好 三万多 一个礼拜吗 一个礼拜 我很好几次唱中文 还是唱这个英文歌曲 我其实都会 而且我其实会拆 拆一面国旗在我的麦克风架上面 然后就是跟大家说 我是从台湾来 那我其实会中文歌 英文歌穿插着唱 但是我就会说 我从台湾 就是很高兴见你 就是用这种方式 就是想说让大家 都看到台湾这样子 对 那其实那个时候 然后虽然说收入还不错 可是其实出去玩 打工度假 宗教还是要玩 可是其实我那个时候 比较多的心力 都是在唱歌这件事情 所以我要把自己照顾好 所以我也不能让自己生病 或什么状态 身体状况不对 所以比如说有些朋友 他们就会去哪个CD去玩 做什么之类的 像我就是我就要好好唱歌 所以我就是很认真的 就是每天就是把自己 就是顾好 然后练歌唱歌这样子 认真... 你在唱歌的时候也碰到一些 没有想到的状况 其实还蛮多的 我都会比喻说 在街头表演的日子 很像在江湖混 对 你会遇到各式各样 各种... 各种事情都会发生 对 像有的时候你可能唱歌 我记得有一次 就是我在那边唱... 然后有一对穿着西装的 澳洲男子吧 当地男子 他们就这样走过来 然后旁边还是有人 在听我唱歌 然后我就唱一唱 他们就走过来 突然有一个就是出其不意的 一脚把我前面吉他盒的 吉他盒里面的零钱 还有一些什么CD 什么一脚就踢翻 那整个就翻飞了 助不友善 对 然后我当下就是认住 因为我就是在唱歌的当下 然后我也没办法 就是出言自私 我就是 What 然后我就是傻眼 然后我也不知道要不要 去捡钱之类的 然后我就开始 怎么办... 那好家在是 旁边突然就是有一群 会听我唱歌的群众 他们就会突然冲过来 然后就是帮我把零钱捡起来 然后还会跟你说就是 I feel so sorry for you 这样子就是说 我替那个人跟你道歉 我觉得那个人的行为 非常... 对...非常不礼貌 对 那或者是其实 当然我也发生过 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就是我有一次 在唱歌有一对街友 对 街友他们是一对 应该是一对男女 然后女生就是怀孕了 肚子还蛮大的 他们一开始在远方 在听我唱歌嘛 然后唱一唱 我就觉得我有点担心说 他们两个会不会突然冲过来 想要对我做什么 稍微会稍微有点防备心 就没想到突然看到 他们两个在对打 互殴啊 互殴 然后就看到那个男生 好像就是抓女生的头发 往地上就是在干什么 干什么 然后女生就一直哭 一直叫嚣 那很快的 就是当地的那个警察 很快就突然出现 好几台警车 突然停在旁边 然后警察就冲出来 然后把那个男生制止在地上 然后女生就在哭 然后男生就是被压制住 那我就还是在唱歌嘛 你还可以在唱歌 我当时停下来了 这时候你要唱什么歌 我蛮好奇的 我该怎么做呢 我现在还要继续唱歌吗 然后就有一位 有一位妈妈就突然就走 就就跟我说 你继续唱啊 你继续唱你想唱的歌 对 现在适合唱什么歌你就唱 那我就记得我就唱了两首英文歌吧 第一首唱那个 不要再打了 很平安的一首歌曲啊 对不对 我就突然脑海底就想到这首歌 我就唱了 然后唱完以后我又接着 麦克尔杰克森的一首很有名的歌曲 叫做 Heal the World Heal the World Make it a better place 对 就是这首歌 然后就没想到就是 这两首唱唱唱唱 就突然发现大家都聚集在一起了 对 然后你就发现说 连警察都站在旁边 他们好像在旁边听歌 对 然后那个原本被 那个孕妇啊 他原本在哭 他后来也不哭了 但他就是 他就躺在地上这样子 然后被打的那个男子 就是也是在圆圆的这样 被压制在地上 可是他也没有任何反应 就大家都很安静地在 听你唱歌 你的歌控制了全场 我当下就觉得 那个鸡皮歌它整个就是 你就觉得好感动 就是音乐其实很可以 直接地感动人心 对 可以治疗 对 就觉得好可惜 没有人帮我把它录下来 就是很多很有趣的故事 真的 我觉得听了 就觉得这一段经历很值得 对 我觉得很 对我来讲是个很大的一个 修行的过程 对 你不想唱歌 但是你在那边找回初心 找回热情 找回成就感 对 真的 回到台湾又再次成为歌手 对 也是跟这个经历有关吗 我觉得多多少少 因为其实以前会觉得 生活工作就是跌跌荡荡 就是其实你就会觉得迷失 或者是说好像要跟随着 别人的脚步 可是我觉得出国这一趟 会让我觉得有自己 就是会有一个反思说 其实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后自己乐在其中 然后自己要很投入 去把它完成 那不管可能最后的结果 会是怎么样 可是我觉得那个过程 会让你获得很多 可能是别人没有的体验 对 享受当下的过程 对 活在当下 微帆哥 你怎么看他这一段人生旅程 我觉得我非常赞成年轻人 在安全考量之后 勇于到国外去 那不是度假 因为你到了国外 你才知道 切鸡肉切九个小时 你才知道 好痛 手都脱臼 我讲是真的 真的会 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 很容易让我们的年轻人 在那个非常辛苦 又非常孤独 又非常想家的时候 其实反而容易锻炼他们 自己好好的回归到 自己的本身 来思考一下我的工作 我的未来到底是什么 很多人反而经过这一趟之后 可能跟女朋友拆伙了 那也有可能 他就更清楚看到说 原来我生命里面最想要的 我要唱歌 或是我想做什么 我觉得这个经历 我特别再强调一次 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 安全的规划之后 我赞成所有的爸爸妈妈放手 让我们的年轻人出去闯一闯 就像我 我送我女儿出国的时候 就是你看他飞机要飞 你一定要等他上了飞机 飞走之后 你再哭倒在中正机场 你再回答 都没有关系 但是一定要勇敢地 把孩子送出去 好 有时候要勇敢放飞 有时候要勇敢自己飞 到底外派到海外去工作 或者念书 它的困难度有多高呢 马上再回来 我们刚刚听到都是资深一个人到海外去工作 我觉得相对还稍微地没有这个压 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压力 一个人 那如果你身边有很多的牵绊 该怎么办呢 艾山之前有很好的机会 你在这个宝强莱雅 还有娇生这个跨国的公司在工作 已经去这些地方要竞争不容易了 你还带着妈妈跟儿子一拍去 对 那时候有一份很好的外拍机会 对 那我的考虑就是 对我来讲真的是千载难逢 那小孩子在四五岁的时候 最需要其实就是妈妈 所以妈妈去到哪 他就想跟到哪 但是我先生那时候的工作 他是没有办法跟我过去的 所以我们只能分隔两地 那我就想说 我就忘了一个先生在另外一个地方 对 先生留在台湾 我跟小孩去到香港 那我妈妈会非常担心 因为这是他第一个金孙 金孙跟着妈妈去外面工作 他说那我也要过去跟着照顾 这样子 所以我就带着妈妈跟小孩 一起到香港工作 那其实最难的还不是这一题 最难的是 我们虽然是住在香港 但是我是进广州去上班 从香港到广州 对 就是 住香港 你要去广州 所以他们两个又留在香港 对 他们两个其实住在香港 那么我公司是在广州 因为这份任务其实是在广州 那我选择让他们住在香港生活 因为那时候 广州的空气污染比较严重 香港的生活环境比较好 只有每天通勤很久 上班两个小时最起码坐火车 然后下班也是两个小时坐火车 而且你还要通关 就四个小时 对 还要通关 所以我每天是搭六点 第一班火车去到广州东站 然后通关之后到了办公室 八点半我还是可以是办公室 第一个到的 那是下班比较挑战一点 下班我一定要赶六点那一班火车 我就可以八点回到红灘车站 那再回到香港的家中 大概六点 八点十五左右 还来得及他们的晚餐 每天是这样子的时候 好不容易耶 回去要变成妈妈变成女儿 所以其实你上班很辛苦了 是 妈妈跟儿子快乐吗 其实一开始他们要去的时候 觉得很兴奋 因为香港是 影片里面才看得到的地方 那儿子不知道 觉得有迪士尼兰 有河河场 去到那边才知道 其实他们就是一直在家里面 一个是电视妈妈 因为我妈妈她不会广东话 她不敢出门 她每天就守着 唯一的一个台湾电视台 一直看 一直看 那我的小孩变成电玩儿童 就是她回到家 下幼稚园回到家 就开始玩她的水族观养城游戏 然后等到我八点半 拖着行李箱打开门了 他们才会有感觉 妈妈回来了 才有一个回家的感觉 所以其实他们 不能说快乐不快乐 但是之后回想起来 我妈妈会跟我承认说 她其实在那一年里面 她过得非常的有压力 不开心 就算天天可以看到 孙子跟女儿 但是对她来讲 生活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那时候 跟妈妈还有些争执 有 因为我常常出差 有时候来不及当天回来 所以如果我记得的话 我会留一些港币 在我的家里的桌上 那有时候留多少钱 我其实也忘了 那有时候可能我忘了留钱 那有一次我临时要留在广州 多工作两三天 那变成家里的现金不够 回来的时候 我妈妈非常的紧张 她就一直跟我抱怨这件事情 那因为我也很疲累 所以我也就多讲了一句 我记得我留了很多钱 那在妈妈的耳里就听成 好像我指责她乱花钱 那所以那个晚上就是我们母女 真的很像八点档一样就是 那妈妈也生气 我也哭 小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隔天睡了一觉起来 我跟妈妈道歉 我说妈妈我不应该 就是讲这么不体贴的话 那以后我一定会 留一张ATM卡给你 让你自己去领钱 我妈说不要... 我不知道怎么去操作 香港的ATM 那那时候我才知道说 其实我妈妈她非常害怕 出去那个小区之外的地方 虽然那个小区什么都有 就是有超市 有健身房 有幼儿园 很方便 她很害怕出去 因为她听不懂广东话 当然 她觉得香港话一开口 就是在骂她 对 我带她去传统市场 她很喜欢 可是想要讨个葱 讨个蒜 讨价还价的时候 她一直跟我讲说 卖肉的那个人在骂她 我说卖鱼的那个人 今天又跟她吵架 我跟她说妈 可能不是吵架 广东人讲话就是这么大声 对 这么快 她说我觉得她就是在跟我吵架 所以她等于是 调性跟日本人完全不同 那不一样 日本人就很文文有理鞠躬 然后广东人可能就说 多少钱啊 妹啊 妹啊 这样子 那我妈妈 很直接 对 笑容不会太多 对 她说快快 动作很快 那我妈觉得全街上人都在赶 好可怕 那她只赶在家里面 所以她跟我說 你连ATM卡都不要给我 万一我操作不良 被收走怎么办 你还是留现金 所以造成妈妈很大的 一个不安全感 那那时候我也是觉得很 心里面很重要 妈妈也辛苦了 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好 这我们忘记 还有一个人叫老公 老公人还在台湾 你们分隔两地感情 那时候有受到影响 坦白说那时候外派 已经是十五多年前的事情 还没有智慧型手机的出现了 所以没有办法 像现在有FaceTime 有LINE什么的 那唯一能沟通的时候 就是我下班回到家 打开Skype跟MSN 我才能够面对妹妹跟她沟通 那很多时候 你一天中间发生太多事情 你没有办法讲得完 那甚至你少讲了一些事情 就一点一点的隔阂 你会累积起来 那就比方说 儿子前天长的睁眼这件事情 那我可能今天才想 更想起来跟她说 我对儿子的睁眼终于好了 她就说 儿子怎么长睁眼我不知道 那我就会觉得说 我没有办法每天下班回来 我还得一件一件 跟你报告五六件事情 国家大事 那很多时候言语冲突 就这样过来的嘛 那所以那个时候 真的觉得说 夫妻这种沟通 夫妻的沟通 每天每天的沟通缺乏了 所以造成中间隔阂 越来越广 越来越大 好 这算是一个婚姻危机了吗 算是一个危机 那后来什么原因决定 放下这么好的机会回到台湾 后来也是一个非常 戏剧化的转折 就是有一天我幼稚六点的火车 八点半到了办公室 把我的笔电跟行李箱放下 马上就接到了电话 那电话那边是幼稚园的老师 那平常他会跟我讲英文 或是普通话 但是他那时候太急了 他用香港话跟我 劈里啪讲一堆 我也听不太懂 我赶紧拿给我的香港同事 请他帮我听 结果原来是我的儿子 在幼稚园被蜜蜂遮了 然后就上了救护车 现在正在去医院的途中 那我接完通电话 我又搭上了九点的火车 然后再赶回香港 回到香港的时候十一点半 再直奔到医院 等于说一个早上 我已经奔波了香港广州两次 那我到了医院 其实被蜜蜂遮是没有什么的 只是说他们要确保 没有过敏的反应 所以他们用救护车 这么紧急的手段 但是我妈妈是生平 第一次坐上救护车 我的小孩也是 然后两个人看到我的时候 同时间是大哭的 对 那虽然就是蜜蜂钉 就是种一个包 然后有一些冰敷就好了 可是我看到他们那时候 那个很害怕的景象 我真的是觉得 今天只是蜜蜂钉 如果今天是其他的意外 我怎么能够原谅我自己 那只是为了一份 我觉得很好的事业 所以那个蜜蜂救护车事件之后 我就毅然决然跟公司说 我要回台湾了 我没有办法来讲工作 所以是为了家人回去的 对 你会觉得很可惜吗 放弃了这么好的工作 其实那时候我会觉得 是上天在告诉我一些事情 我内心当然觉得可惜 我觉得是一份工作的打断 但是发生这么戏剧化的事情 我觉得我要听听看上天的声音 那所以事实上也证明 我回台湾之后 生命类也有一些不一样的转折 那第二次出走 我有了最好的更好的计划 就会让比较不好的经验 变成比较好的经验 OK 好 就是上帝告诉你 有些事情可能比 现阶段的工作更重要 是 我非常跟你觉得 如果再来一次 还有什么比较好调整的方式吗 其实我还是要讲 我觉得夫妻生活 一定不要为了工作 拿来做赌注 那其实我看到我身边的朋友 大部分是男生 然后有很好的工作 然后出去了 那我觉得即便是到中国大陆 我觉得都是带家人过去 我的建议就是说 你到各个地方去工作 即便是你一开始是一个人去 那我建议不要超过半年 那有可能的话 尽量家人都陪过去 没有陪过去 其实我要讲的是 蛮大的冒险 我只能说蛮大的冒险 好 如果你有机会 再一次勇闯天涯 你现在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马上再回来 好 挫折的经历都是养份 所以刚才爱琛说 你刚刚有了那一次的经验 这个蜜蜂一遮 其实是遮醒你 你有了第二次的选择 这一次也是海外 非常棒的工作机会 是 这一次我选择 把全家一起带去 全部都带走 全部带走 打猫带走 我妈妈留着 他怕了 他怕了 我把我先生小孩带去 老公把工作辞掉 老公把工作辞掉 所以这工作有多好 老公都可以辞掉 顺盘打一下 OK 我可以辞职 对 不过也是 我相干委房人哥说的 就是我先过去找到工作 那很快之后 我先生就把小孩 在半年之内把他带过来 那前半年都是我先生 在打理这些租房 然后找环境 找学校这些事情 那我专心去上班 那这样子的一份安排 就会让我们的心更在一起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一起在外面生活 那我们要一起去适应 新的环境 所以每个人都要 贡献自己的心力 我妈妈要出去工作 小孩子要听话 爸爸要把房子找好 把环境找好 所以各司其职之下 我觉得是一个 比较好的开始 这次是去上海 去上海 OK 那这次的外派经验 有比较好吗 我觉得很好的 工作跟生活分两个方面 工作一直来讲 其实在上海或在广州 都让我觉得很不错 因为范围比较大 市场比较大 挑战也比较多 那生活上我觉得上海 很有趣的是 上海有很多的台湾人 所以其实在上海 你会有更多 跟台湾人相处的机会 因为大家在台湾的时候 假日可能都握在自己家 或者是跟自己的家人相处 可是在上海的台湾人 因为大家都一起在异地工作 所以周末假日 几乎台湾家庭就约在一起 那那个感觉 有点像是互助会的感觉 就是我告诉你 上海大不易 哪边买东西比较便宜 哪边看医生不会被骗 哪个市场好 所以这些交流的机会 我觉得是那时候 始料未及的 我以为我们在上海 可能会很孤独 可是在上海的家 就是很热闹的 对 OK 好 所以那时候上海的一些家务室 你有请当地的阿姨 你觉得帮很多吗 我觉得在上海最大的恩赐 就是我们最后请到一个 非常棒的山东阿姨 她不仅就是人高马大 就是爬上爬下 扛东西都可以 她当然没有你那么厉害 做这么好吃的蛋糕 但是她会做包子 她会做水饺 所以我们家可以吃到 手工水饺 手工包子 那最让我惊喜的是 这个阿姨非常的好学 她在睡觉前 她会听那个 Tutor ABC 她在学英文 所以她在学英文的时候 她带我小孩睡觉的时候 我小孩也一边在学英文 所以这个阿姨 她有很多种功能 她可以超值家务 可以做包子 做蛋糕 还可以教我小孩英文 所以这个山东阿姨 一直是我觉得 我在上海最大最大的一个 很好的享受 恩赐 对 OK 好 所以这个上海型 感觉很不错 我觉得是很珍贵的记念 而且上海你领悟到一件事情 不用怕吵架 我觉得不用 台湾人觉得好温柔的感觉 我刚去也是不好意思 对不起 走过去说借过一下 在上海不用 尽量大声地呐喊 否则没有人听到你 那如果有人插你对 你就说不要插对 或者你再插回去 否则是没有办法生活下去的 就直接表达你想要的 对 那像我们第一次去餐厅 就是我们会习惯 不好意思 一直等人家看到我 后来发现根本没有人看到我 那最后大家全部都学着说 服务员 然后讲得越大声 才会有人来理你 那我就觉得 那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你知道吗 我讲个笑话 因为我刚到沈阳的时候 我对不起 不好意思 结果他们都在我面前 故意的 然后一碰到我的时候 对不起 亮哥不好意思 他们是故意把你的客气 当作是他们团体中的 一个笑话 你知道吗 后来我也学会 让让 让让 有啥不好意思 要干啥就赶快讲 你端着盘子的时候 你会讲不好意思 没有人会理理 让让 让让 就过去了 是 是 对 所以该争甘炒 该大声的时候不要怕 他们也不会觉得 这是一种冒犯 他们觉得就知来知往 也是觉得台湾人 有时候讲话太软了 太拐弯抹角 太拐弯抹角了 对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什么啊 对 那直接来 你要什么就直接讲 对 他们觉得这是 这是一种沟通方式 OK 好 这是你学习到的 那这一次很棒的 全家人都带去 又有个很棒的阿姨 适应非常良好 为什么又回到台湾 我们适应得太良好 以至于在那边 生了第三个小孩 生了第三个小孩 那这个小孩 他要上小学的时候 就遇到了 其实在那边生活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 学校教育的理念 因为中国大陆大部分来说 还是一个 狼性教育的制度 就是每个学校 不管是台商 国际 当地 他们对于学校的要求 课业的要求 竞争 他是非常非常要求的 那我的小孩 在上小学的时候 他遇到非常大的挫折 因为他就是坐不住 那在上海的小学 你必须早上六点起床 去坐小车 坐一个多小时的校车 到学校七点 然后一路坐在课堂里面 坐到下午五点 然后再坐一个小时的校车 早上才能回到家吃晚饭 那对一个刚上一年级的 小学生来说 他觉得非常的痛苦 那每天早上都是睡眼朦胧的 甚至是那种半睡半醒的状态 然后是由我们家的山东阿姨 把他这样扛 一间把他从床上扛上校车 所以这样 其实半年过后 就知道说他在那边 是没有办法接受好的教育 因为个性 有些小孩子就是坐不住 那在那里没有可以让 坐不住小孩 坐得住的学校 你就必须要坐在课堂里面 大家要守规矩 守规矩 要考试 然后一个礼拜 几堂英文课都得上 这样子 所以为了小孩子的教育 我们觉得 好像只有在台湾 能够容忍比较多元 比较共融的教育方式 所以我又决定说 再带的全家回台湾 为了教育的问题 好 那这几次的 海外的外派经验 你觉得对你人生 带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其实最大的收获就是 像刚刚韦帆哥说的 就是家人的相聚 是最重要的 对 家人如果能够一直在一起 不管是在哪里工作 其实都是一条心 那如果说没有家人 但是想要在异地 可以找得到朋友 或是家人的话 我相信对各位的异地工作 也会是另外一份 很有利的打气 那我会一直觉得说 工作跟事业虽然是 在天平的两边 可是如果可以把家庭 顾得更好的话 其实工作这个 这件事情会做得更顺遂一点 因为毕竟家庭才是 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OK 好 所以关系还是最重要的 对 今天谢谢大家的分享 你有没有这个梦想 想要到海外去工作呢 我想这个答案在自己的心里 那至于是要不要带他去 要去要流 这是技术上的问题 可以靠着经验来慢慢地为自己加分 那祝福大家 真的是人生不要留遗憾 想什么 就照你心里的答案 继续往前冲吧 祝福大家 拜拜